字幕提供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來介紹我的房間 這間房間我覺得我真的是蠻厲害可以找到這一間 它CP值很高 而且交通又便利 那我找的這一間是日木里阿爾特蒙 那它距離日木里 一站東口大概走五分鐘就到了 今天我有發現它有另外一個 南改立的入口 走的話只需要大概四分鐘 又更近了一些 這次呢我訂這間房間 我訂到了三個房間 因為我分了三次地 為了省錢 最後兩天我發現單人的比雙人的還要貴 所以我都訂兩人入住 反正缺點就是我要換兩次房間 但是OK啦 因為這樣平均下來 我每一間房就是 1300台幣 非常的便宜 那我現在就來 介紹這個房間給大家 因為我在選房間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條件限制 因為像我會希望有大浴場 因為每天在外面走來走去其實很累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可以泡澡的地方 又要交通方便的地方 之前我在上野住一家還要符合這個條件 但它一個晚上可能就是快3000 那就超出我的預算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人住 我必須要把預算壓在2000塊一下 所以這次我就找了上野的下一站 就是日暮泥站 那這一站的交通其實也非常的方便 它從成田機場 可以直接搭skyliner 就直接抵達日暮里 然後這邊也有三種線 其他的線可以轉 就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房間吧 現在呢我們就是來到了門口 那在我的左手邊就是它的門後面這邊 它就是有一個全身鏡 非常的棒喔 你知道飯店都一樣有全身鏡 這樣出門前才可以照一下 再來呢就是這邊掛衣服的地方 你看我就掛了一個外套 那下面呢就是我們的行李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地方非常大 因為叫我這個是30吋的行李 開了之後我還是可以在這邊 直接很順的走來走去 就不用再跨過行李箱 就非常方便 然後這邊就還有一個書桌 這個書桌 你需要辦公的話就可以在這 然後這邊有電視 那下面這邊它就是有放這一個 就是你去大浴場需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窗 在這裡我們的單人床 這邊有一隻卡比獸 但這個卡比獸是我剛剛去買的 不是那個另外一家飯店 因為有一家是神奇寶貝主題 沒有個大卡比獸 但不是那個 再來呢這邊就是有一個空間 那下面就是它的冰箱 水壺就在這 那這邊有兩個插頭 接著呢我們來看浴室 我覺得它的浴室有讓我驚艷到 因為以前的浴室就是比較黃的那種 大家知道我在說的那種浴室 就是很常見的那種基本浴室 但它這個浴室呢非常的明亮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浴室 雖然說它的洗手台是這樣小小的 但是其實也蠻夠用的 然後它是乾吃分離的 那馬桶的位置其實也蠻寬敞的 再來就是桌上這邊還有兩個插頭 床那邊還有另外一個插頭 總共就是有五個插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床這邊 那床這裡呢它就有做這個氣氛燈條 這裡 這邊還有一條小條的 可能是閱讀燈之類的 那我們還有其他兩個房型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呢我們就快速的來介紹另外一間房型 今天我們住的這個是雙人床 那它這邊其實就是有一個小走廊進來的部分 然後旁邊一樣有鏡子 然後掛衣的地方 其實跟我們第一件做的地方很類似 然後下面就是放鞋子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呢要住的是雙人房 那進來的右手邊它就是一個雙人床 這邊就有一個沙巴區 再來呢就是它的電視櫃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區域 可以坐在這邊做自己的事情 這一間呢可能就多了一個窗戶 多了保險箱 那些茶壺其實都一樣 那就是我們的第二間房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雲池 長得一模一樣 就跟直立間一樣 那我們就來看第三間吧 現在呢我們來介紹第三間房型 那這一間呢是雙床間 它就比雙人房再更大一些 那一樣它進來前面就是一個走道 對面後面這邊就是有個鏡子 跟刮椅的地方 對面就是廁所 那廁所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介紹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雙床間 首先進來它就是有兩個單人床 跟我們第一間住的床的大小一樣 走進來的時候 它這邊其實是一個滿寬敞的走道 像我這邊還放了兩個行李箱 這邊兩個 我們多長出了一個行李箱 再來呢就是這個部分 這邊就是有一個給你聊天的區域 小沙發區域 床的對面呢就是電視 再來就是這個桌子 那它這個桌子好像有比雙人床的再大一些 這一間整個空間都比雙人床的還要大 大蠻多的 後來我有發現就是浴室的空間 雙人床的有比單人房的再大一點點 就是馬桶旁邊的那個間距就比較明顯 那就一樣是有冰箱在這 然後那個熱水壺 保險箱就在電視的下面 其他的設備就差不多 都是這樣 然後加湿器在哪 那這一間感覺就是更大的一些 那這個價格呢一樣是1300 就是趁一個特價的時候訂的啦 所以如果說這一間你住兩個人的話 一個人就只要650 蠻划算的 而且我現在這個空間很大了 我講話都有回應 那我這幾天住下來的心得呢 我覺得這邊它就是一個可以省錢的地方 因為像我買藥妝還有衣服那些的 其實我都還是去上演 然後去新術持帶 因為從這邊到上演也很近 然後到池袋大概15分鐘就到了 在日暮里這邊反而就是沒有買什麼 就是回來睡一覺 但我去了很多次隔壁的Seven 大概走30公尺 非常近 那如果你去的地方都在山手心上 然後你有想要省錢的話 就可以來住這一家 以東京來說它就算便宜 而且又有大浴場泡澡 就蠻舒適的 這一間就是還蠻熱門的 蠻多外國人住的 像韓國泰國中國其實都有 日本人當地也有 床也OK 蠻好睡的 枕頭就給兩顆也不錯 床不是很彈的那一種 然後也不是陷下去那一種 我就覺得它很軟 就是可以撐住你的身體 但也不會就是很彈 或者是很軟 大浴場呢就蠻方便的 它的吹風機是Panasonic 它也有洗衣機 所以我對這一間的評價 我覺得不錯 CP值很高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